号称国会百科全书的本院周万兰秘书长来到会来备询 我想作为我们立法院成员的之一 立法院开会的时候委员会是可以请秘书长来说明的 包括小到一个发言台要怎么设置 过去法治委员会都有邀请到秘书长来报告来讨论 那我这里要说的请主席帮我诊酌一下 我们的立法院职员行政法第四条 它说立法院会议需要立法委员总额三分之一出席 使得开会这里写立法委员总额 那总额怎么定呢 前项立法院总额以每会期实际报告人数为计算基准 但在会期中辞职去职或死亡的减除之 也就是说立法院自己开会的时候 我们的法定人数怎么去计算 职宣新司法写得很清楚 但是换到我们审自己立法院职宣新司后 我们同意啊 我们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的额述问题呢 是扣掉去职死亡辞职的 而且要以单会期有来报道的 那就我理解这就是现有人数的意思 就是现有总额的意思 但是轮到我们要审宪宪法诉讼法的时候 立法委员自己提案把这个现有总额改成法定总额 是依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 对不起第五条的规定 大法官的额述问题 那征修条文第四条 写立法委员第七届开始 113人 是不是以后我们立法院开会 所以我们的总额就用审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 这113人做基准呢 还是根据我们立法院职员行事法的规定 来按照这个方式来计算呢 能不能请主席才是啊 赶快请我们立法院国会百科学书的周外的秘书长 来帮我们好好的解答一下 立法院跟司法院总额运作的总额的方法 怎么计算 听听立法院秘书长的说法 请主席才是 中嘉宾委员 我这边跟你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审的是宪法诉讼法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 那你下次可以排案 你来请他来嘛 对不对 不是这是主席的权利嘛 对不对 那你下次当主席你可以请他来啊 然后这第三个 如果对什么东西原额 你都要比照比照什么 那你要不要去质疑 普通刑庭法院的合议庭 为什么是三个人 是固定人数 为什么五个人是固定人数 这个讲这个没有意思 我们今天审查的是 对他他问我他请我说明嘛 那他刚刚不是请我说明吗 他刚刚请我说明 那我现在在说明嘛 那你要不要让我说明 那如果不要我说明 那就不用我说明嘛 主席你刚刚不是在说明 你在反问我啦 你说那刑庭要不要固定上 我是说我的意见嘛 所以我认为不用啊 那有必要的话 中招委下次你排案 你再请他来 我认为不用嘛 好 谢谢我们主席的指示 那也就是说主席 谢谢 乐见我下次轮值招委的时候 我请周万南秘书长来就 宪法诉讼法 及立法委员职权刑事法 关于额述的问题 怎么样运作 是不是这意思 谢谢 我现在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审的是宪法诉讼法 不是其他条 不是其他法条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